先來幫大家稍微回顧一下 上個禮拜五 在台股收盤了之後呢 緊接著美股也開盤了 那開盤的時間點呢 其實早上的時候 恐怕又讓投資人有一點心慌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記憶猶新的就是 上週五美股開盤的時候 其實也一度因為美債殖利率 又看到了1.6% 飆升到這個數字 現在大家心裡面都會很緊張 不過呢 很好在之後他的美債殖利率的漲勢 有稍稍收斂一點 再加上有一些經濟層面的數據出來 發現表現還蠻亮眼的 包含像是非農業的就業人口 有增加了大概是38萬人左右 再加上市場上面也有調查 其實失業率也有降到6.2% 種種的一些經濟層面的數據 好像有稍稍的復蘇 以及轉好這樣子的一個跡象 因此也是激勵了美國四大指數 是全面的止跌回穩 回穩的狀況下呢 甚至我們可以看到 稻窮是上漲了多少 500多點 將近600點喔 那麼包含像是納斯達克指數 以及費城半導體指數 漲幅也都不小 特別是費半 我們可以看到費半呢 是淨揚了3.15%喔 那麼像是運輸類股 華航跟尤其特別是像長榮 這一段時間在運輸類股 這個表現是相當好 那麼包括鋼鐵類股 表現也非常非常的出色 所以在這個部分 是我們投資人大概都 也能夠跟得上的才對 但是它的賣超的部分 大家注意到了 那它的賣超 前十大包括了群創 聯電 台積電 友達 中鴻 大成鋼 中石化 星光晶 跟華夏 彩晶 好 那這前十大這裡面 其實大家覺得 在關注的半導體類股 那即便 即便我們在上週五 其實最後 這個迂回上下震盪800點之後 這個整體美股雖然是收紅 而且特別是這個台積電跟聯電 他們的AD都是往上漲 可是在這個情況之下 大家還是得認清事實 這個外資已經在今年 前面的兩個月賣超了2300多億 那將近是去年2020年 他整體賣超5000多億 將近一半 將近一半 所以你看前兩個月 他在狂賣什麼呢 那你看 你看到他的這個 重要的賣超的點 依舊是在聯電跟台積電 那特別是台積電 究竟在上個禮拜五 多空基站 跌破了600之後 再站回到這個601 那麼今天 在美股四大指數全面 特別是廢半上漲了3%以上 那在這個情況 台積電究竟能不能再接再厲 把這個600塊的這個關卡守住 是今天我們台股多空 基站的一個主要的標的 那麼當然指數能不能整體 站回到16000點 是我們所有投資人最關心的了 那麼投信的部分 我們看了這個讓人失望的 外資之後 我們趕快看下一張是投信 那麼投信一路 包括關股都是上個禮拜 尤其是要收周線 雖然是沒有收好 但是問題在於說 整體我們都看得到 我們的投信 以及我們的這個關股行庫 卯足了權力 拼命的大買 那甚至也買到91億之多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說 這個多空基站的結果 我們一定要找機會 讓心情不穩定 情依看不出 他到底心情異喜異怒的 外資到底什麼時候可以收心 那麼在投信的前十大買超 都是穩定我們台股 非常重要的幾個指導指標 你看前十大裡面包含了 中鋼 鴻海 台化 台達化 台辦 台積電 榮城 民安 台肅跟永豐瑜 在這裡面鋼鐵類股 是我們所有人關盤的一個重點 那麼這裡面其實大家都知道 半導體類股 其實這一段時間是非常辛苦的 那接下來他還有一段時間 到底要怎麼突破 今天可能最新的消息 真偽報告給大家 投資人其實不完全 大家都是一個比較失望的心態 因為其實除了台積電之外 其實聯發客 那包括像是鴻海 其實訊息都有蠻好的一個相關的訊息 那半導體類股裡面 聯發客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支護國神山 那稍晚跟大家報告清楚 其實從年初一直到明年第一季 你知道嗎 其實我們的IC設計類股 包括聯發客 聯勇銳域 全部訂單塞滿滿 其實實質的狀態非常好的 只是說最近我們受類於 這美國的相關的科技類股 半導體類股 是因為受他們所害 其實台灣的供應鏈 我們畢竟比較屬於實質的接單命 我們的狀況其實非常好 包括我們的台積電 所以我們是在台灣 目前的情況 我們受到美股的壓盤 但所有的投資人大家要搞清楚 你跟著人家撒盤是沒有錯 可是問題在於說 我們何必完全命運操縱在外資的手裡 分明台灣的狀況是很好的 說是不是這段時間 因為受到美股 科技類股影響到全球 所以科技類股真的 拍米都出來 那是不是已經沒有好果子吃了 這個情況 對全球的打擊是很大的 但是大家不要忘記 我們台股這邊 我們有很多的晶片 晶片的IC設計 這個部分是我們的強項 他分明接單狀況 Very good 非常好 所以我們的投資人大家好 畢竟是在台灣的股市裡面 我們還是要瞭解 我們晶片 在目前出貨的情況 那目前真的是大缺貨依舊在 所以目前為止 IC設計的三強 他們接單 已經接到明年第一季了好嗎 他目前能不能把今年的單 全部通通都處理完 都是很大很大的一個障礙 所謂的障礙是指說 不是他 這個 就是供不應求 所謂的障礙是擔心 交不了貨 那個收不了新的接單 那在這裡面 今天看 除了我們都知道的 IC我們的這個設計三強 特別是像是聯發科 聯發科的部分跟所有投資人報告清楚 其實他最重要的勁敵會是誰 全球當然目前最重要 大家都知道高通 你知道高通目前的CEO 每天現在擔心到什麼程度嗎 這張報告一定要投資人看清楚一下 您這樣這段時間你殺盤 殺聯發科 他是覺得 你跟著別人殺 到底對自己成就了什麼 你看一下今天這個是 這個報紙的這個 他的財經的頭條 你看到高通的準CEO 他晚上都無法睡覺 因爲什麼呢 他的晶片看缺到今年年底 他的狀況 你看他這個愛蒙新的高通CEO 你看他為什麼一定要換CEO了 因為他實在是目前撐不住 接受這個聯發科的挑戰 那他愛蒙6月他即將漲多 他現在為何無法追得著叫 因為他的供應鏈出現危機 他的供應鏈為什麼出現危機 就是回到我們這個財經頭條 因為聯發科目前為止 把所有的台積電目前為止在晶片 特別是這個高端的IC手機設計的晶片 全部產能全部都佔滿了 那為什麼高通的這個CEO睡不著覺 因為他想他前段時間 他搶把他的下單下到Samsung 結果他自己的手機晶片最有名的 蕭龍888幾乎目前全倒 據說大陸的小米手機 採用他的蕭龍888 發燙到五六十度啊 這個如何帶在手頭邊帶出門呢 所以基本上小米 在這個下單到這個高通的手機 目前這一段貨全部都不能用 那現在高通嚇死了 急的趕快回頭 要來找台積電來下晶圓 就是我們的手機的訂單 賣他的蕭龍888 趕快要改個名字啊 結果目前為止沒有貨 因為沒有辦法下訂單的原因 在於全部都被聯發科 手機晶片全部卡滿了 所以這就是目前為止 聯發科其實照理來說 他應該非常要有所表現 以及像是聯勇 瑞育 這就是目前手機的IC設計的三強 所以這就是真實的狀況 這是要跟所有投資人搞清楚說 其實我們這樣亂砍 這個目前為止 我們台積電 亂砍這個聯發科 還有聯勇 瑞育的 你跟著老外砍 你自己本身 你就踩到自己的痛腳 那這是第一點要跟投資人報告 所以今天早盤 在整個網上 這個應該是有不錯的表現的 空間的情況之下 但是坦白講 大家還是要看小道雄 那目前為止還是有一些壓盤 而且目前為止 10年期的公債殖利率 1.6 1.5 這個危機其實沒有短期之內 他是無解的狀態 這是目前全球都要面對的事實 因為你印了一堆鈔票 他怎麼可能完全不去影響 目前的情況 所以我覺得 頭條要跟大家投資人報告是說 即便國際的科技類股拼命的壓盤 那即便這個小道雄還是上下 這個忐忑不安 但是我們要對我們目前為止 實質出貨的狀況 以及接下來 我們包括接單哦 我們尾巴還有跟投資人講 我們目前為止 我們的國際 我們的對外的出口外銷 接單狀況都非常的好 所以我們要對我們自己台股要有信心